欢迎大家收看TVBS国际家简单说 我是叶佳容 我们2024年过了三个多月了 而这90多个日子呢 对英国王室来讲 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 那就是混乱 特别是凯特王妃 她从去年年底开始 就消失在镜头前 直到最近这段影片曝光 这段影片呢 两分十三秒 让全世界非常的震惊 没有想过凯特王妃好一阵子不见面 竟然呢是饱受病痛的折磨 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憔悴 过去呢 她是美丽跟优雅的化身 是女神的代名词 现在必须要对外界来坦漏她脆弱跟私密的一面 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而其实毕竟罹患癌症是一件大事 要怎么样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呢 其实呢背后有很大的学问 如果我们理性分析一下说故事这件事情 是包含像是人事实地物 就是五个W跟一个H这些重要的元素 所以凯特透过这段自白影片 做了哪些铺陈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一一的检视了 第一个要来看的呢 第一个H就是Why 到底为什么要公布这个讯息呢 一方面当然是她贵为王妃 身份非常的贵重 她的健康是全世界都在关心的 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几个月来 有太多关于她的八卦谣言满天飞 我们先把时间序呢 回归到去年的年底 12月的25号来看看 当时呢凯特她出席了一个公开活动 不过在那之后呢就没有再露面了 而过了一个多月 肯兴顿公跳出来发布声明说 凯特她在医院接受了腹部的手术 不过没有公布呢太多病情的细节 而这段时间里面有非常多的阴谋论四起 中间还经历了查尔斯国王宣布她罹患癌症 还有就是凯特的老公威廉王子 缺席了一个她的教父很重要的追思会 大家都开始在猜 凯特的病情到底是多严重呢 严重到威廉必须要临时改变她的行程 还有八卦媒体说 凯特是被威廉的小三给刺伤 所以要被送到医院里面去 而好不容易到了3月10号 这是母亲节这一天 凯特她公布了 跟三个孩子的合照 想说这么一来总算可以稍微辟谣了吧 结果没想到呢 又被抓到这张照片 其实呢很多地方都是经过变造跟修图的 逼迫凯特又必须要出来盗窃 那其实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呢 对于凯特跟王宣来讲 流言肥语给他们非常大的压力 让他们决定要站出来 说清楚讲明白 好那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了 接下来的下一个w就是when 要在什么时间点来发布这个讯息呢 凯特选的时间是在3月的22号星期五 而熟悉王宣运作的专家 他们分析认为 选在这个时机 是因为凯特非常注重他的三个孩子 那时间点选好了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需要考量的问题就是how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告诉全世界这个消息呢 其实之前呢凯特的公公查尔斯国王离癌的时候 是由白金汉宫发布了一个声明 非常的简单明了 上面只写着国王陛下罹患了癌症 而他正在接受治疗 就这样完全不托尼带水 但也没有交代太多的细节 而凯特其实大可以这样做的 不过他没有选择这个方式 他是要站在镜头前一字一句的说给大家听 而且是特别呢 找来英国的公广集团BBC广播公司来帮他拍摄 就是要让一切都是有评有据的 有影片有真相 不要再让任何人有意测的空间 大家仔细看呢 其实这个影片里面他穿的衣服也是有很多玄机的 这次呢他选的是一件白底蓝条纹的 Cashmere的毛衣 那这件衣服其实过去他穿过两次 有一次呢是在去年的四月份 当时是路易小王子过五岁的生日 那另一次呢是在去年十一月 他参加一个社区的公益的亲子活动 而值得注意的是呢 这两个活动其实都是跟小朋友有关 是充满爱跟欢乐的气氛的 也透露出凯特想要告诉大家 他身为一个母亲的身份 他非常珍惜呢这些重要的时刻 好那决定好方式再来就是要在哪里拍摄呢 这个where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这个跟我们刚刚讲 选毛衣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因为呢这个拍摄的地点是选在温莎城堡的花园里面 凯特坐在一个长凳上 都是希望呢不要有太多华丽的装饰 过多的这些干扰的因素 就是用最简单速尽自然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讯息 所以整个场面设定其实都还是蛮居家跟温馨的 好那这些前置作业准备好了 接下来要想的是主角是谁呢 另一个w就是who了 想必主角是凯特本人嘛 但是呢其实过去凯特常常公开露面的时候 都是跟老公威廉在一起的 而凯特在这次的声明里面也提到 他真的非常感谢老公威廉给他非常多的支持 但为什么威廉不跟他一起拍影片呢 其实根据王室专家他们的解读是 这个操作很可能是刻意的 因为凯特想要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是 虽然呢他是王妃 不过撇开他是哪一国的王妃 他是谁的妻子是谁的媳妇 更重要的是呢 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在疾病面前众生都是平等的 他是一个平凡的女性 跟所有的癌症患者一样 都必须要走完这段抗癌的心路历程 而再来最后一个 The view就是What 到底呢 他的影片里面要透露什么样的内容呢 其实我们仔细看会发现呢 凯特花了蛮大的篇幅在描述他的心情 像是他提到呢 他一天比一天来得更强壮 而且希望呢 能够让他的三个孩子们都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刻 不过没有花太多的篇幅在琢磨这些疾病的细节 也像是哪种形式的癌症呢 或是他的化疗目前进行到什么样的阶段 在这段影片曝光之后 其实肯兴顿公接到很多媒体的询问 不过他们都给出了一个致氏跟一贯的回应就是 不会再针对凯特王妃的病情做太多的叙述 因为他们认为呢 凯特跟全球每一个人都一样 他有权利保有自己健康跟疾病的隐私 当然现在事情呢走到这个阶段 凯特这么真诚的分享他罹患癌症的心情 照理来说谣言止于智者 整场闹剧应该在这边画下一个据点了吧 其实不然 因为网络上还是有很多酸民 不肯就这样放过凯特 社群媒体上还是有非常多的吃瓜群众 在玩大家来找茬的游戏 有很多的阴谋论 对这个影片的真实性呢 还是觉得要画上一个大问号 对王室有很多的不信任感 而其实这么多铺天盖地的批评跟质疑 就让我想到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 叫做必戴王冠必成其中 而对凯特来讲 他是王妃也是可能未来的王后 他必须要部分的让渡他自己的隐私 甚至连健康亮红灯都必须呢 要公诸于世 而一路走来呢 面对这么多的批评 他心里面呢 肯定是不好受 承受了不少的压力的 不过无论如何呢 做一个总结 他生病罹患癌症是事实 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凯特更多的支持 让他早日康复 早点呢 再以最优雅的姿态 带着小王子跟小公主 来跟大家见面 以上就是今天的TVBS国际家 简单说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